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前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河下成良梦 经过科研人员公关 如今袁隆平先生的梦想成真了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庆分中心在重庆市大族区 十万镇长虹村市中的15亩巨型道获得成功 这种巨型道高达2米 预计亩产达800公斤以上 8月31日下午 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庆分中心试验田里 阵阵秋风夹杂着水稻的清香扑面而来 一粗粗绿油油挺拔的秧苗茁壮成长 放眼望去 犹如高粱一般的稻株 粗壮挺拔 岁长利多 平均每兜水稻植株高达2米 有的甚至超过2.2米 今年是在重庆 第一次在重庆这边是种植试验成功 我们已经是取得了我们预想的一些数据 达到我们的一个预想的一个结果 据介绍 巨型道优势明显 其植株高大 叶片浓绿 光合复用充分 为水稻鼓励的形成提供充足的养分 巨型道平均有效分裂达40个 单碎最高实力数达500粒左右 预计亩产800公斤以上 此外巨型道抗汗抗烙抗病 对盐检地也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更容易种植和存活 这个我们就是践行的圆农平院式的 发展这个杂交水稻 照顾世界人民 然后利用这个杂种的优势 远元杂交 包括仙梗杂交 包括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基因去改良 所以说它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品种 据科研人员介绍 巨型道不是转基因水稻 它属于杂交水稻 是杂交育种的典型代表 科研人员选择具有 优良性状的两个水稻品种进行杂交 定向选择高干品种 最终选择稳定的一代进行培养 巨型道这个品种是我们一个 我们下星界博士研究出来的一个 它已经是经过了十多年研究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熟的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我们都已经经过了检测分析的 这个是百分之百不是转基因的品种 巨型道因其干净高大 种植间聚较大 可以为稻田里青蛙鱼虾等动物提供栖息地 这些动物不但能增加更多的收成 而且它们的排泄物能够作为稻田的肥料 促进巨型道长得更好 因此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庆分中心计划在2022年 继续扩大巨型道种植面积 并启动在巨型道稻田里 发展稻鱼共生实验项目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巨型道的话 它是不单单它是作为高产的一个品种 它是作为一个我们当地 做那个稻鱼共生项目 量身定做的一个杂交水稻品种 它的作用在于稻鱼混养 稻虾混养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 要比普通的种水稻的经济价值要高 重庆市大族区十万镇水稻种植历史悠久 拥有万亩优质高产水稻基地 中国发酵水稻之父袁隆平 于1951年底到1952年初 在重庆大族区开启工作第一站 2021年7月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庆分中心在大族区十万镇接牌 该中心聚集多学科专家团队 致力于航天域种 杂交水稻组合选域 新品种试验示范和超级杂交道 高产栽培等方面的研究 中心聚集多学科专家